美国全面禁止输入俄罗斯的石油 消息一出 英国立刻表示愿意跟进 欧盟也宣布要调整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美国全面禁止输入俄罗斯的石油 消息一出 英国立刻表示愿意跟进 欧盟也宣布要调整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为什么美国英国和欧盟之间制裁的力道差这么多 专家认为这关乎两边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程度 以目前全球碳名石油储量排名来看 文内瑞拉占比最大俄罗斯也才排第六名 但俄国毕竟是第二大石油输出国 禁令一出 未来油价可能标破一桶300美元的天价 另外美股三大指数 8号中厂收黑 道琼盘中一度大涨585点 中厂下挫184点 标普500指数也跌0.7% 除了美英宣布进买俄罗斯石油 国际制裁动作也没停 麦当劳发出声明暂停俄罗斯的营运 关闭在俄国的847家餐厅 可口可乐也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所有业务 至于百事可乐则是在被骂后也跟进停售商品 让俄罗斯人被世界孤立 PPBS新闻综合报道